手搖飲一杯六七十 对台北民众来说早就是常态 那这个价格呢 我们现在在北市手搖飲的一级战区西门町 您看到现在在我后方的这一间店 大牌长龙 不只是因为它是唱片行 吸引了追星族 您看到在门口它是手搖飲店 也因为它最平一杯只要十块钱 点赞民众一个接一个老板的手没听过 西门巷弄这间唱片行 兼卖手搖飲绿茶红茶乌龙茶每杯十元 就算三餐喝也只要三十 咸太便宜奶茶再加一个铜板二十块 大概都五十起跳吧 五十起跳 对啊 这边都二三十块 它这真的很便宜 它好像最贵才五十吗 佛心价格吸引民众排队 不少客人直呼老板这饮料 是卖身体健康的 而据了解店家已经十多年 都没调整价格 你只要点我们任何一杯饮料 都可以加这三种的料 都是免费的 另一间在北市永康商圈 首要饮店则是主打 红茶绿茶乌龙金轩 中杯都是二十元 加珍珠或野果 由老板请客 爱加多少就加多少 回购率增加 我是想伯利多销 因为我是自创品牌 我并没有需要一些额外的费用 伯利多销 加上每天亲自熬煮糖水 是老板策略 已经开业一年多 特别的是 他的杯子外观一片白 没有任何品牌标签 少赚一点 让客人喝到 我们真正用心做的茶 然后呢 然后我只要够 我真的就可以 北市以外 各县市其实都藏有 便宜手摇饮 苗栗玉清宫旁 珍奶小杯十元 高雄紫关 一千cc厚奶茶三十五块 台南手摇饮 SL size红茶冰二十五元 在这通膨时代 便宜手摇 格外兴奇 也算是民众生活中的 小确幸 TBS新闻有讲到慧仙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